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从自家十几平方的屋顶上开始创业 第一年我都不敢跟谁说的 为了探索鱼长大的秘密 她搬离人群 把养殖场搬到边境 却遭遇了现任风波 是不是女老公什么在那边找个小老婆啊 那边住啊 房子都盖这么好啊 什么都有 野生的鱼只有两指宽 而她却养出巴掌大 就连没人要的鱼鳞 鱼骨 到了她的手里都成了抢手的东西 抢啊 好多人都没拿到 我还是处心的 这条鱼的话已经云零灭绝 没有人俩这条鱼了 她就是第一人了 巴掌的父亲 看走不寻常路的盐坎凡 如何从会走路的鱼身上绝筋 成功创业 欢迎收看智福镜 在我国云南西双版纳的猛辣县 有一个叫盐坎凡的歹足小伙 在当地非常有名 因为盐坎凡呢 养了一种会走路的鱼 而且见到的人还都说 说这种鱼走路的速度还特别快 您问了 这到底是什么鱼能够有如此神奇呢 美丽的西双版纳 蕴藏着很多未知的秘密 而在眼前的这个鱼塘里 农户们今天要在这里捕捞一种很特殊的鱼 之所以说它特殊 是因为在当地人的眼中 这种鱼非常神奇 它会走路 会爬坡 我们拿着往地下石器砸它 它就不会死 你放到水里它还是会跑 挺神奇的 他叫盐坎凡 歹足小伙 记得去采访时 盐坎凡带着我们去农库家收购这种 已经养了四个月的鱼 一到鱼塘 记者就看到小伙们在撒网捕鱼 歹足的姑娘们在岸边交集等待 戴上手套 背着鱼篓 等着鱼网捞完之后去塘里抓鱼 这种鱼到底有多神奇 记者也很好奇 过了二十多分钟 第一批鱼终于上岸了 它们待在竹框里一点都不安分 个个都想跳出来 记者也看到了非常震惊的一幕 你看我们这个鱼多神奇 会走路啊 都快啊 你看 跑这么快啊 太快了 你看它知道水在那边 它要闻得水的味道就往那个方向走了 正如当地人所说 这种鱼离开水后一直在草里爬 像是走路一样 严侃凡说 虽然这种鱼个头小 但很凶猛 别的鱼可以直接抓鱼背 但这种鱼在紧张或者生气的时候 鱼鳍就会张开 不按照它的方法抓 就很容易受伤 我抓这个好抓吗 我教你 像我这样 一 要把这个按下去 按下去 你看 就没问题吧 得从头这边反着抓 我试一下 要把它捏下去 看呀 这个它一直在跑啊 我先把两边塞给捏住 你小心 它一直在跑 来我们再来一下 好好 想抓这条鱼还真不简单 好 必须要这样 先把这样抓住 然后呢 这样就可以了 小心 它还被背上 哇 好有劲啊 这个鱼 很顺呢 被你自服了 身长二十多厘米 但却是养了四个多月的鱼 严侃凡说 这种会走路的鱼 在当地叫巴西里 是西双版纳的一种土著鱼 不知道的人 以为这个就是鲁飞 小鲁飞 看起来是很普通 但是它有特点的 这里有一点 尾巴这里有一点 还有这个塞上有一点 这是正宗的我们 缓纳这边的品种 严侃凡 以每公斤二十元的价格 从农户手里收购 拿到自己养殖场 再养四个月后 以每公斤五十元的价格 推向市场 在当地 提起小岩和他的鱼 人们各个竖大拇指 我们大哥 带头自父的大哥 没有他就没有 罚家得过巴西里人工养殖了 随着他来创造起来的 这条鱼的话 已经零零灭绝 没有人养这条鱼 就是2010年以后 由盐坎凡 带动大家 开始发展这个养殖 就像人们说的一样 他就是第一人了 巴西里的父亲 2010年 盐坎凡实现了 巴西里的人工养殖 现在当地很多人 都想养它 这种鱼苗 当地只有盐坎凡有 每年六月起 盐坎凡把鱼苗 免费送给合作社的养殖户 他繁殖的鱼苗 是大家争抢的对象 抢啊 好多人都没拿到 我还是挺幸运的 拿了四千为养 鱼苗都是由它规定 它什么时候可以拿 如果它不规定 你拿不住 我们也想多养点 多赚点 一直在偷偷的乐 我很快就要发财了 盐坎凡究竟有多大本事 养它培育的鱼苗 就一定能赚钱 这些能跑能跳 还被大家争强的冠鱼 究竟是什么鱼 盐坎凡又是怎么靠 这种鱼成功创业的呢 第二天 盐坎凡把记者带到了一个地方 他说这个地方对他来说意义非凡 就是在这里 让他有了重大发现 这算是你的一个秘密基地了 对啊 我收回来的那个鱼都 这个地方位于三层楼的楼顶 十几平方米的地方 就是盐坎凡养鱼的开始 我的第一个堂 第一个基地就在这里的 这么小一个空间里 你看 在那个房顶上 在房顶上 第一年我都不敢跟谁说的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知道我在释养 2009年 正在蒙拉县开旅馆加油站的盐坎凡 发现了一个商机 想要养一种当地没有人养过的鱼 他把自家的屋顶当作鱼塘 想要秘密地开始养肢 那时候 这种鱼在市场上很难见到 也只在河沟小溪里出现过 因为个头小 鱼刺多 当地人也是把这种鱼 当作杂鱼处理掉 没有经销商收购 家人也反对 我们这种地方 罗非鱼什么草鱼 你养的那么淡淡 这个鱼也不淡 你养的告诉什么 我是有个灵魂的 就是不值钱了 不值钱 因为现在看见都不想抓 我老爸老妈 他说 儿子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这个这么硬的鱼 这么小 还有谁去来吃啊 再说要怎么养啊 人人都看不上 也不愿养的鱼 盐坎凡 却觉得捡到了饱 原来2009年 盐坎凡见到了一种 每公斤卖3000元钱的鱼 我看了一公斤 3000元的都有人吃 那个山鸡很大 是不是 如果我有 我也跟它一样 有这个 这条鱼吧 就是没有那么贵 我们本来这边 水场这边也比较丰富啊 只是没有人的开发 没有人的发现 3000多元的鱼 给了盐坎凡一个启发 他盯上了一种 濒临消失的土著鱼 他觉得 这种鱼有云南特色 并可以尝得到 带得走 就决定在当地 第一个规模化养殖 他托亲戚朋友 在云南 广西等地搜集 为了快点收到种鱼繁殖 他就天天和姐夫 去农贸市场守着 不惜任何代价 回收每一条出现的鱼 为了找到最好的种鱼繁殖 盐坎凡还去了泰国 缅甸等地考察 收到每一条 他就放在这个楼顶上 水位就是要那么高 就是 鱼都喜欢躲在里面 你不要看这里很窄 实际上来 捞起来 很麻烦的 捞不到的 它会装到泥里面 草里面 我看你这些地方 都是厚厚的泥吧 对对 还加一点 那时候这些都是搬上来的 扛上来的 这些 我以前更多 我把它 呃 沿工还有用那个绳子 钓上来吧 盐坎凡仿造于 在小溪里的生活环境 在屋顶种水草 扑泥吧 到2010年5月 一年时间 盐坎凡非常艰难地 搜集到了200多条 究竟是什么鱼呢 这个就是我养的 这个就是我养的巴西里 巴西里的意思就是很快的意思 它的鞋名叫潘鲁 也叫布什尼会走路的鱼 白鱼叫巴西里的潘鲁 原产于中国 马来西亚 印度等地 是小型亚洲淡水鱼 体型偏扁 呈长方形 背鳍及豚鳍 都有锋利的刺 塞盖两侧 及尾鳍中央 各有一个黑斑 谁都没有想到 盐坎凡在自家屋顶 养了三个月后 有了两个重大发现 这两个发现 让他日后的养殖规模 迅速扩大 还把鱼 卖到了全国各地 2010年5月的一天 盐坎凡 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原本在三层楼顶 养的巴西里 竟然出现在一层 鱼怎么跳楼了 然而更意外的是 这些鱼离开水 至少一晚上 竟然还活蹦乱跳 并没有死 这让盐坎凡 非常吃惊 还活着 后面我放在鱼缸里面 观察了一个礼拜 它就全部恢复了 很神奇的 这个 这次意外的发现 让盐坎凡更加坚信 这种鱼一定能给他带来无限的财富 对 这水泥地上也可以走 炒地上更快 哎呦哎呦 走得好快呀 加油加油 比赛比赛 它现在就是不接触水 没关系吗 没关系 它两个小时之内 它是没问题的 它还是可以很活跃的 是鱼还能离开水啊 对啊 这个鱼就能做得到 它就有这个本事 巴西里的塞上器非常发达 能呼吸空气 离水时间长了也不会死 潮湿环境中能活一周 常依靠摆动塞盖 胸旗翻身等办法移动 这种生命力这么旺盛 就我的销售的那个面 就不仅是在我们这里 还可以印到更远的地方去 更远的地方 那也可以吃到很新鲜 活鱼 然而除了知道巴西里特殊的习性之外 严侃凡还有另一个发现 过去衍生的巴西里身长只有两指宽 最大的鱼也不过半个手掌 而经过长时间的研究 严侃凡却发现了鱼长大的奥秘 这个秘密给它带来惊喜 也让它遭遇了一场从未有过的风波 2010年9月 严侃凡拿着积攒的20多万元 在离家十几公里的中国和老挝边界 承包了六亩的鱼塘 还花了十五万元盖了一栋漂亮的吊脚楼 严侃凡想住在养殖场里 慢慢研究如何让鱼长大的方法 可住了不到三个月 就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盖了新房子 还经常不回家 时间久了 村里就有了风言风语 妻子一八虽然相信丈夫住在基地 完全是为了养好鱼 但长时间不见面 还是让她心里不是滋味 她只能把心里话写在严侃凡 偶尔会翻看的相册上 你一次又一次的伤我的心 我经常不在家嘛 都到基地里面经常不过来 在她写这些字的时候 是我最痴迷的时候 最投入状态的时候 好像家里面的大事小事 我都不管了都全部扔给她了 我这一心的是投入 怎么陪鱼苗在这边 眼看繁顶着压力 毛足一股劲儿 每天都吃住在养殖场里 为了攻克巴西里长不大的难题 她每天监测水温 把四个鱼塘分别投入不同的饵料做实验 有时候是喂那个虫 有时候是喂鲜料 有时候是喂米饭 我都全部饰演了 这个 没人养过的鱼就没有经验可循 严侃凡只能用最笨的办法 把观察到的情况记录下来 一直到2012年 严侃凡养殖的巴西里 已经有90%的个头 比野生的巴西里增加一倍 而且肉质也更加鲜美 这让她非常兴奋 有些人都不相信 巴西里能养这么大 说是吹牛 还亲自跑过来问我 野生的是他们平时都是自己找的虫吃 吃了很多饱 饱了这顿就饿了下顿就这样 然后我们人工养的话 我们尽量给它吃饱 2012年8月开始 严侃凡四处免费送鱼苗 让农户跟着他养殖巴西里 当时大家都养的是罗飞鱼 没有人愿意再换 严侃凡说破了嘴皮 才有三家农户愿意试试 看到大家都不积极 严侃凡又向大家承诺 只要按照他的方法养满一百天 他就带着工人去捕捞 收购价每公斤二十元 罗飞鱼就到三块 三块一公斤四块 最好的价格是五块 巴西里他老板他自己来回收 都是二十亿公斤 相对价格上就占了优势 大家都对比一下嘛 就是对比一下去养其他的 跟养我这个 我真的做到了 从2012年的三户 到第二年的十几户 越来越多的人 跟着严侃凡养上了巴西里 农户从每年六月份开始 养三个多月 严侃凡再把鱼收回去 养四个月过冬 如今每到十一月份 收鱼的日子 就是大家最开心的时候 每次抓完鱼 为了犒劳大家 当地人都会直接用最原始的方法 把鱼放在火堆里烤 三五分钟鱼就熟了 再搭配上辣椒或是盐巴 看着大家享受的表情 就知道有多香了 经过严侃凡这几年的 试验试棒以后 总结了一套 很成熟的养殖的技术 所以这条鱼的话 在养殖起来的话 比较成熟 而且成本的话逐渐降低 然而严侃凡的尝试 并没有结束 2014年开始 严侃凡神神秘秘的 在研究一样东西 谁都没有想到 这样东西 能让每条鱼的价格翻翻 不仅利润更高 还能把鱼 买到全国各地 凌晨1点 云南景洪市的这个鱼装 收到了盐砍帆 从200公里之外的 网纳线 带来的巴西里 然而除了活鱼 盐砍帆 还带了那个让鱼 价格翻倍的秘密武器 答案就在这个玻璃瓶里 这是我们的鱼罐头 现在是经过几年能摸索 然后就改到这个罐头里面了 它能保持细更长 还有那个味道更好 盐砍帆说 想要做成这个鱼罐头 他还尝试了各种天然的调味品 要带着记者去看几样东西 这里的到处都是饱 到处都可以吃的 然后这个苦果 这个果汁看起来是 这个小的东西啊 这个把它摘下来就可以 对 可以生吃 可以去跟那个 我那个鱼冲出来 然后拿这个一个一个的 就泡在那边 这样子吃 跟它好吃 这个小果是吧 还是药要累的 可以说说说 这个 这个都可以做在鱼里啊 可以做啊 再冲在一起啊 这个小切 也切之嘛 什么味道啊 能尝吗 能尝 可以尝 看里边是小颗粒的这种 对 这个是 什么味道 它有一点苦吃 有点苦 如果是跟 但是很清爽的那种 对对 就跟了我那个鱼 吃在一起 的话就不苦了 有这个神奇 哇 好神奇啊 你看这个白花 刚才也 这个是 比较大的 这个白花 这个也可以 这个可以 这个也是可以 跟那个鱼 搭在一起的 就是我们 搞那个 剁出来的鱼 就拿这个 去跟那个一起 其实 盐砍凡 一直有一个心结 很多游客来云南旅游 都想带些好吃的回去 他把巴西里深加工 不仅具有当地特色 还能让游客带走 每一条鱼 盐砍凡 都分割成鱼鳞 鱼肉 鱼骨 等几个部分 鱼鳞鱼骨 都可以做菜 鱼肉 就切割成 像这样的条状 再加上云南 特有的天然食材 加工成生鱼罐头 每瓶鱼罐头 定价40元 不仅游客喜欢 在本地市场 也很受欢迎 我们每次都进来很多的 因为我们打厨 比较喜欢吃生的东西 也比较喜欢吃酸的东西 这个也因为 现在很少见嘛 也比较好卖一点 一个小小的鱼庄 到了吃饭的时候 门口都是车水马路 很多人都专程 从外地赶过来 因为这个鱼 鱼庄 甚至改名为 巴西里鱼庄 我们今天真的是专业 专门会过来 就是回味它那个生态鱼 它好吃是在那个鱼 比较有特色 因为它是从 普通话 可以加酒话 烂餐家 烂餐家过来的 然后在这边是没有的 我小时候 为了吃这个鱼 我历经千辛万苦 鱼肉营养 特别很好 美味的鱼肉 离不开幕后的推手 颜侃凡的妻子伊巴 每天都在研究 以巴西里为原料的菜肴 他在把制作的方法 交给各大餐厅的厨师 这里是云南西双版纳 带足自制州的高庄西双井 来的游客都能在这里尝到云南当地的特色菜肴 椒盐鱼骨 凉拌鱼肉 油炸鱼鳞 用巴西里鱼做成的菜肴 也成了游客们餐桌上 必点的一道美味 我们这个西双版纳州这里 虽然蚁很多 但是就没有这种很有特色的存在 这个蚁真的OK 不管它是蒸的 竹的 还是红烧的 它那个蚁脾扒开以后 那个肉是心嫩的 心亭的那种感觉 2016年 严侃凡成立了合作社 有一百多农户和他一起养殖巴西里 养殖巴西里 鱼糖必须加高一米以上 严侃凡想把农户们养殖风险降到最低 如今严侃凡不仅带领大家致富 也把这种当地濒临灭绝的土著鱼保留了起来 2016年 巴西里产量40多吨 合作社实现人均增收 3000元左右 销售额500多万元 严侃凡也在不断的尝试中 实现了自己的财富梦想 严侃凡胆大但是心细 别人不看好的鱼 经过他的研究和钻研 有了新的市场 他说了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纵然是胆战心惊 但是尝试了之后 您才能知道这其中的美味所在 好了各位 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央视网浏览查询 您还可以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致富金官方微博微信 获取更多致富信息 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看致富金下期节目 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 严密手扶手扶到里面 不管多高 一层楼高肯定有的 他夜间频繁上山 说这样的探险相关他上百万元的财富 可为何每次他只是空手而归 弄得满身泥水很狼狈 搭工七年 辛苦积攒了二十万元 他为何敢投入到这个 等待三年才见效益的行业 看胡有恩如何十年磨一剑 带动大家一起靠石蛙赚钱